第十一集 医生的妻子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 他们都坐在床上 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 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 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 仿佛是来度周末 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 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 相距很近 只隔着一张空床 并且面对面坐着 但彼此并不知道 医生说道 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 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 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 所以 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 因为过不了多久 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 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 戴墨镜的姑娘问道 医生 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 医生的妻子连忙说道 啊 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 这间离大门最近 医生的妻子一边说 还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 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 于是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那最好 有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了 毕竟您是位医生啊 一个既没有眼睛 有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 但是 您有权威啊 医生的妻子笑了 如果大家同意 我觉得 你当然应该同意 我倒觉得 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为什么 眼下我们共六个人 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 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 我敢肯定 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 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的 还有就算他们服从 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 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 什么权威或者是规矩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医生 要是像你这么说 在这里生活下去 会很困难的 如果仅仅是困难 那我们就太幸运了 戴墨镜的姑娘想了想 终于说道 我是出于好意 不过医生先生说的 也确实有道理 那我们每个人 就自己照顾自己吧 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 要么是再也忍不住 心中的怒火 其中一个男人 猛地站起来 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 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 现在我就让他完蛋 他大声吼着 用手指着他认为 那个人所在的方向 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 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 产生了喜剧性的效果 因为他气势汹汹 用手指着的是一个 无辜的床头柜 医生说道 请你冷静一些 在一场瘟疫中 不会有肇事者 我们都是受害者 要是我的心眼不那么好 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 我这双宝贵的眼睛 还好着呢 医生问道 您是谁 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 好像为刚才说的话 而感到后悔 这时人们听到了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错 您是把我送回家了 但是后来您利用 我当时的处境 偷了我的汽车 胡说 我什么也没有偷 偷了先生 您偷了 就算是有人偷了您的汽车 那也不是我 我好心帮您 得到的报答 却是瞎了眼镜 再说 您说我偷您的车 有什么证据 我倒想看看 医生的妻子说道 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汽车在外边 我们在这里面 你们还是和解为好 别忘了 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 第一个失明者大声说道 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 先生们 你们愿意怎么做 就怎么做 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 我不会跟这个混账东西住在一起的 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 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 瞎了 活该 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里 他一边说 一边用一只手抓起箱子 为了不被绊倒 他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布 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 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家道 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 他大声地问着 不过即使有人回答 他也不会听见了 因为有一个人连胳膊带腿 一起扑到他的身上 原来是偷车贼 偷车贼说到做到 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 一会儿这个人在上面 一会儿那个人在上面 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 滚来滚去 不时撞在床腿上 就在这个时候 邪言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 不停地喊妈妈 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 他知道自己一个人 制止不了这场斗殴 就拉着丈夫 沿着家道 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 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 他拉着丈夫的手 让丈夫拽住其中一个 自己拽住看起来 更容易制服的另一个 费了好大的劲 总算把他们分开了 医生训斥他们 你们两个太愚蠢了 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 那么就继续打架就好了 但我要提醒你们 我们要完全靠自己 指望外面来救休想 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 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 他挨得打比对手多 他 他偷了我的汽车 医生的妻子说道 算了 现在有没有都一样 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 您也不能用它呀 是这样 但汽车是我的 让那个贼偷走了 我不知道他动到哪里去了 医生说道 最大的可能 最大的可能是 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 偷车贼说道 医生先生倒是挺精明啊 对 您说的对 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 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 但没有太用力 似乎他已经明白 愤怒 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 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 汽车也不能让他的眼睛忙而复明 但是偷车贼威胁说 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 那你就完全错了 不错 我偷了你的汽车 汽车是我偷的 可是你呢 你偷了我的眼睛 你让我瞎了 想想看 我们两个人当中 谁更称得上是贼 医生不满地说道 好了 算了 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 谁也不要再抱怨 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 哼 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 偷车贼轻蔑地说道 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 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 我妻子可以领您去 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 我改变主意了 我愿意留在这个宿舍 偷车贼讥讽着说道 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个人待在什么地方 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 好了 你住口吧 医生忍不住喊道 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道 你这个小医生 你该知道 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 你不能给我下命令 我不是给您下命令 而是告诉你 让那个人安生安生 行 好吧 可以 可是你也小心点 要是给我找麻烦 我可不是好惹的 对朋友我比谁都好 对仇人 很少有人比得上我 偷车贼说着 做了一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 然后他找到刚才坐的床 把箱子推到床下边 然后大声说道 我要睡觉了 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大家 转过脸去 我要脱衣服 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道 你也上床去吧 在这边 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 小男孩忽然说道 我想撒尿 听小男孩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 虽然心中使用的词各不相同 但都在想 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啊 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 看那里边有没有变盆 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 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 会感到难为情的 当然他们看不见 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遮掩 男人们还稍好一点 可以耍个手腕 不让女人们听见 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 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 这时他说话了 他妈的 在这房子里往哪撒尿啊 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 你嘴巴放干净点 这里有孩子呢 可是 亲爱的姑娘 那你就找个地方吧 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 医生的妻子忽然说 也许 我能找到厕所 我记得好像闻过气味 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那我跟你一起去 说着他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 医生说道 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 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 就认识录了 偷车贼心中暗想 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 但是他没敢说出口 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 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 领着我去撒尿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这一想法背后 未能言明的东西 竟然使偷车贼 那玩意儿稍稍有了一些勃起 这倒让他吃了一惊 看来瞎子的性欲 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是降低 他心中暗想 哎呀这还好啊 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部都丢光 在众多死伤当中 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 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 自己胡思乱想起来 但是大家没有给他多少时间 因为医生说话了 呃我们排成一队吧 我妻子在前面 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的人肩上 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 第一个失明的人说道 我可不愿意跟那个人走在一起 他显然是指那个 偷了他汽车的人 不是因为互相寻找 就是因为互相躲避 他们挤在狭窄的过道里 难以动弹 况且医生的妻子 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 队伍 终于排好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二集 不是因为互相寻找 就是因为互相躲避 他们挤在狭窄的过道里 难以动弹 况且医生的妻子 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 队伍 终于排好了 医生的妻子后面 是戴墨镜的姑娘 她拉着斜眼小男孩 在后面 是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 接着是医生 排在最后的是 第一个失明者 这次她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 队伍前进得非常慢 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 抬起空着的那只手 在空中胡乱摸索 仿佛在寻找路上 什么坚固的支撑物 比如墙壁或门框 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 偷车贼闻到她身上 散发出的香水气味 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 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 一只摸着那姑娘的后脑勺 另一只静止往前 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 姑娘晃动身子 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 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 这时姑娘抬起一条腿 用力往后一踹 尖尖的斜后跟 像一把匕首一样 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 她大吃一惊 疼得发出一声嚎叫 医生的妻子回头问 出了什么事啊 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 是我伴了一下 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 偷车贼手指上站着鲜血 一边呻吟一边咒骂 想表明这次攻击的后果 有多么严重 啊 我被扎伤了 这个臭女人 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 戴墨镜的姑娘也不示弱 马上回敬说 你呢 你不看看你把手 放在什么地方 医生的妻子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先是微微一笑 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 伤得很厉害 鲜血顺着腿往下流 这里没有双氧水 没有点酒 没有止血剂 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 什么也没有 队伍已经散了 医生问道 你伤在什么地方 这里 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 腿上 你没看见吗 那个臭女人 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 我办了一下 我没有过错 戴墨镜的姑娘又说了一遍 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 这个混账东西摸我 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 现在要紧的是清洗伤口 包扎一下 偷车贼问道 可哪里有水啊 厨房里 厨房里有水 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 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 其他人在这里等着 不会耽搁很长时间 小男孩说道 我想撒尿 忍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回来 医生的妻子知道 应当先往右拐 再往左拐 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 长廊往前 走到尽头就是厨房 几分钟之后 他发现走错了 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 叹了一声 啊 我想起来了 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伤口再不住地流血呢 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 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 水是温的 有股臭味 仿佛在水管里腐烂 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 偷车贼还是立刻 如是重负般叹了口气 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 医生的妻子问道 现在怎么办啊 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 在一张桌子下 倒是有几块破布 大概曾用来当抹布 用这么肮脏的布 包扎伤口太不慎重了 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 他装作摸索的样子 偷车贼伤心地说道 可是医生先生 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 血不停地流 劳驾了 帮帮我吧 请原谅我没教养 刚才对您那样 医生说道 我们这不是正在帮助你吗 正在想办法 过了一会儿 医生又说 没有别的办法 把背心脱下来 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 那这样我不就没有背心了吗 不过他还是脱了下来 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 把他的大腿紧紧地包扎起来 并且用背心上面的肩带草草打了一个结 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 但是医生的妻子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 洋装瞎子已经让他浪费了不少时间了 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 按照常理 本应该由医生 虽然只是一个眼科医生 来为他包扎伤口 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 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 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 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 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 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 那个斜眼的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 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 小男孩的脚下有一滩尿 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 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道 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 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 互相寻找 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 她不想再排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了 队伍终于又排好了 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 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 偷车贼拖着伤腿觉得更厉害了 临时止血带妨碍她走路 伤口疼痛难忍 好像心脏搬了家 搬到了被鞋根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 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了小男孩的手 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 唯恐有人发现她干的事 因为这时医生使劲吸了吸气 说道 这里有股尿味 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 就说道 对呀 真的有股子气味 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 因为离厕所还很远 而又必须装得像盲人一样 不能挑明这尿味 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 来到厕所 本来不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同意小男孩投一个进去 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 不论年龄大小 一股脑挤进去了 里边是集体小便池 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 大便池也一样 女人们留在门口 据说她们的忍受能力比男人强 但一切都有限度 所以过了一会儿 医生的妻子说 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 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我倒是可以等 医生的妻子只好说 我也一样 一阵沉默之后 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 您是怎么失明的呢 和大家一样 突然间就看不见了 是在家里吗 不是 要不就是 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 差不多吧 差不多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刚出去不久 那你感到疼了吗 疼倒是没感觉 一睁开眼睛就瞎了 哦 我不是 不是什么 我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 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失明了 啊 真是好运气 谁好运气啊 您的丈夫啊 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啊 啊 这样 我也算有运气 啊 是 有运气 您结婚了吗 没有 依我看 从今往后 再没有人结婚了 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 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 不会永远继续下去的 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 你是说谁 我说我们所有的人 那一个盲人的世界太可怕了 是的 我连想都不愿意想 斜眼男孩头一个从厕所里走了出来 其实他根本就不需要进去 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 袜子脱下来 出来之后他说道 我在这里 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 第一次没有摸到 第二次也没有摸到 第三次才抓住男孩的 油油郁郁向前伸着的手 不一会儿 医生出来了 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 他们当中一个人问 你们在哪儿呢 这是医生的妻子 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 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 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 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第一个失明的人 没有任何人搀扶 后来才有一个人 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医生的妻子问道 我们全都在这里吗 医生回答说 腿上受伤的那个人 还没有出来 他在大便呢 这时戴墨镜的姑娘说道 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 我开始着急了 医生的妻子就说 那我们去找找吧 就这样 两个女人手拉着手 走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记》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十来分钟以后 医生的妻子和那个戴墨镜的女人回来了 原来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诊室 里边有一个附属的卫生间 偷车贼也已经从厕所里出来 不停地攘着天气太冷 腿上的伤口很疼 他们按来时的次序重新排好队 现在比原来省事多了 没有出什么事故就回到了宿舍 医生的妻子巧妙地帮助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床 还在宿舍外边的时候 他就像在谈一件大家都清楚的事情一样 提醒他们找到各自床位最简便的方法 是从入口开始属床 比如我们的床 是右边最后两张 就是十九号和二十号 第一个走进家道的人是偷车贼 他几乎光着身子 瑟瑟发抖 腿上还有伤 这个理由足以使人们让他先进去 他从一张床前走到另一张床前 守在每张床下摸索着箱子 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行李 便大声喊道 我在这里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十四号 医生的妻子问道 在哪边 左边 偷车贼一边回答 一边再一次隐约感到奇怪 他觉得好像医生的妻子没有问以前就知道了答案 接着第一个失明者进来了 他知道他的床在同一边 与偷车贼的床只隔一张 现在他已经不怕在离偷车贼很近的床上睡觉了 从对方的连连叫苦和叹气声中可以判断出他的腿伤势不轻 简直难以动态 走到床边 他说到 十六号 左边 说完就合一躺下了 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低声请求说 帮帮我们 让我们离你们近一些 在另一边 你们对面 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 四个人一起往前走 很快就安顿下来 几分钟以后 斜眼男孩说 我饿了 戴墨镜的姑娘小声说 明天吧 明天我们吃饭 现在睡觉吧 说完他打开箱子 找出在药店里买的那一小瓶药水 摘下墨镜 把头向后一扬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 开始点眼药水 并不是每滴药水都落到了眼里 但是如此精心治疗 相信他的截膜炎 很快就会痊愈 医生的妻子 在夜里曾几次醒来 他透过合着的眼皮 发现这间宿舍 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 但现在似乎看到了一点变化 是另一种光亮 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 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 浸没了眼睛 他对自己轻声 他对自己轻声说道 我必须睁开眼睛 数到十 数完后就睁开 他这样说了两次 两次都数完了 可还是没有睁开 旁边的床上 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 还有不知谁在打憨 他心里问 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 但他明白 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 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 想不必睁开眼睛 过了一会儿 眼睛睁开了 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 他本人并没有下决心 窗户从墙半腰开始 到屋顶一闸的地方结束 天要亮了 泛蓝的模糊的光线 通过窗户钻进屋里 我没有失明 但说完这句话 他吃了一惊 从床上半直起身子 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 可以听到他讲话 但那姑娘还在睡觉 他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 小男孩也在睡觉 医生的妻子想 这姑娘像我一样 把最安全的地方 让给了他 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 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 甚至都不指望能让敌人绊一跤 敌人 什么敌人 这里任何人都不会攻击我们的 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约祸 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 就像那个偷车贼 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 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 过不了多久 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说不出来了 对我们来说 这名字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没有哪一条狗 是通过人们给他起的名字 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 他们是通过气味 确定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 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 通过叫声和说话声相互认识 而其他方面 长相 眼睛 头发和皮肤的颜色 通通没有用 仿佛不存在 现在我还看得见 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 光线有了点变化 不会是夜晚又回来 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 推迟了白天的到来 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声吟 医生的妻子想 莫非是伤口发炎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他治疗啊 什么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起小小的事故 都可能酿成悲剧 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的完蛋 虫子死了以后 毒素也会消失 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 扶到丈夫身边 想叫醒她 但又没有勇气把丈夫拖出梦境 让她知道自己仍然失明 妻子赤着脚 颠着脚走到偷车贼的床前 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 医生的妻子小声说 你觉得怎么样 偷车贼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遍 不好 我腿疼得厉害 医生的妻子刚想说让我来看看 但她及时闭上了嘴 这太貌实了 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 这里除了盲人以外 没有别的人 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 仿佛有一位医生在对她说 让我看一看 她不加思索地便把毯子撩了起来 即使在昏暗中 眼睛稍稍能看点东西的人 也能发现 毯子都被血浸湿了 伤口像一个黑洞 四周已经肿起来 绷带也都松开了 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 然后又摸了摸那个人的前额 动作又轻又快 她发现偷车贼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 光线又变了 是云彩飘走了 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 但她没有躺下 她望着正在嘟嘟囔囔说梦话的 丈夫望着灰色毯子下面的一个模糊的人影 望着肮脏的墙壁 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 她心情平静 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 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 深入其中 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 突然从宿舍外面 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中 传来了激烈的吵嚷声 滚出去 滚出去 离开这里 滚 不能留在这里 必须服通命令 嘈杂声时高时低 一扇门光当一声关上了 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气 和有人因半岛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 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 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 不用看就知道 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失明症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四集 新的失明者们要进来了 医生的妻子站起来 若按自己的意愿形式 他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 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 并把他们领到床边 告诉他们 请记住 这是左侧七号 这是右侧四号 不要弄错 对 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 昨天来的 对 我们是第一批 名字嘛 名字有什么要紧呢 其中一个 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 另外一个是被偷的 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 不时还往眼里 滴一些治疗结膜炎的眼药水 我都失明了 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 你瞧 我丈夫是眼科医生 那姑娘到她的诊所去看过病 对 我丈夫也在这里 谁都逃不过 对了 还有一个血眼的小男孩 但实际上 医生的妻子没有动态 只是对丈夫说 他们来了 医生下了床 妻子帮他穿上裤子 没有关系 谁也看不见 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 医生提高了嗓门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慌张 我们这里一共有六个人 你们一共多少人 不要着急 大家都会有地方 他们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 可以肯定的是 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 他们互相摸到过 有的还碰撞过 但还是不知道 一共有多少人 他们都没有带行李 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 发现自己失明病因此而叹息的时候 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 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 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 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 医生的妻子说道 你们最好抱抱树 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 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 犹豫不决 不过总得有人开头 这是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 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 第一个 他停了一下 似乎要爆出名字 可嘴里说出的却是 我是警察 医生的妻子想 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 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 他也照着第一个的样子说 第二个 我是出租车司机 第三个男人说道 第三个 我是药店伙计 接着是个女人 第四个 我是酒店用人 最后一个也是女人 第五个 我是办公室雇员 第一个失明者忽然喊起来 他是我的妻子 我的妻子 你在哪呢 告诉我你在哪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他一边哭着回答 一边颤颤巍巍地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 眼睛瞪得很大 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 男人倒是比较有把握 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 你在哪儿 在哪儿 现在声音很低 像是在祈祷 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 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 成了一个人 亲吻寻找亲吻 有时候吻空了 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 眼睛或者嘴在哪里 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起来 仿佛他也刚刚和丈夫重逢一样 嘴里却说着 我们多么不幸啊 真是灭顶之灾 这时人们听见斜眼的小男孩说话了 我妈妈也来了吗 戴墨镜的姑娘坐在她的床上 赶紧小声说 她会来的 不用担心 一定会来的 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 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 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 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 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 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 就是挑选床位 毫无疑问 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 最适合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 第十七号床 有第十八号床 把她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 同样 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 这也不会令人吃惊 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许多关系 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 另外一些正要挑明 比如药店伙计 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 眼药水的那个人 自称是警察的人 是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 当时偷车贼 正像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啼哭 至于酒店女佣 当戴墨镜的姑娘在房间里大喊大叫的时候 就是她头一个进入房间的 但是可以肯定 所有这些关系并非都会大白于天下 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 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他们的存在 也许问题更简单 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度和触觉 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 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 关于药店伙计 人们知道 她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 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 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 司机会发誓诅咒说 最近几天她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 当然 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地告诉妻子 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混蛋 你想想 事情就这么巧 但她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的伤势很重 所以便宽宏大量地说 对她的惩罚足够了 而她的妻子呢 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 又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 一时间悲喜交加 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容 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 她说过 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 我情愿少活一年 这是她的原话 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 那么再听见受伤的人痛苦的呻吟 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 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 医生让妻子拉着手 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缘 没有任何办法 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 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斜后根刺得太深 而斜根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 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浮水 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浑浊不堪 听到呻吟声 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 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 向前探着身子 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的脸 后来又不知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 她沉痛地说道 请原谅 全怪我 我本不该那样做 啊 算了吧 那个人回答 生活中 总会有这种事情 我也做了不该做的 就在这时 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 这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 注意 注意 现在通知 饭以及卫生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 盲人们先出去拿 感染者等待通知 注意 注意 饭已放在门口 盲人先拿 受伤的偷车贼发烧烧糊涂了 没有听清所有的话 以为囚禁已经结束 现在命令他们出去 于是他的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 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 您要到哪里去啊 你们没有听见吗 说让我们盲人出去 不错 是让我们出去 但是是去拿饭 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 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 医生说道 你们留在这里 我去 他的妻子说 我也去 他们正要走出宿舍 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 这个人是谁啊 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 是为医生 治眼镜的医生 出租司机说道 这真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 凑巧让我们碰上了唯一一个一点用都没有的医生 听他这么说 戴墨镜的姑娘讽刺地回敬了一句 凑巧 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 成犯的盒子放在天井里 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 妻子问道 干什么 我要告诉他们 这里有个人的伤口发炎了 情况严重 而这里没有药 你不记得那个通知吗 记得 不过也许面对这种具体情况会不一样 我不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一样 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 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 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胀 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 天上乌云滚滚 也许要下雨了 医生的妻子想 原来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不习惯光亮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五集 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 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胀 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 天上乌云滚滚 也许要下雨了 医生的妻子想 原来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不习惯光亮了 就在此刻 大门旁边一个士兵 对他们大声喊道 站住 向后转 往回走 我得到命令 可以开枪 说着他马上用枪瞄准了医生和妻子 同时立刻向他的上级汇报 忠师先生 这里有两个家伙想走出来 医生赶紧否认 不 我们不是想出去 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 忠师边说边走过来 出现在大门的铁栅栏后面 出了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一个人腿上受了伤 有明显的发炎症状 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 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 出 任何人都不准出 进 只让食物进 可如果炎症恶化 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 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 这与我无关 那么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好吗 听着瞎子 现在是我通知你 你和那个女人 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 要埋枪子 医生的妻子轻声说道 我们回去吧 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也没有过错 害怕得要死 还要服从命令 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 你还是相信为好 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 你们怎么还在那里啊 现在我数三下 如果数到三 你们还没有从我的眼前消失 可以肯定的是 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 一 二 三 这就对了 我是出于好意 忠实说到这儿 又对他的士兵们说道 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 但是忠实没有说清楚指的是谁 是指来药药品的人呢 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 宿舍里 受伤的人想知道 他们是不是去药药品了 医生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呢 我估计是 先生 您是医生 非常遗憾 您是说 他们不会送药来 对吗 对 就是这样 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 有瓶装 有瓶装 牛奶和饼干 但计算分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 也没有刀叉和勺子 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 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 但他呕吐了 司机表示不满 说不喜欢喝牛奶 问是不是有咖啡 几个人吃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去了 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去各个地方走一走 认认路 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 药店伙计 请医生先生和他谈一谈 希望医生先生说出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 嗯 我不认为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 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然后非常简单讹药地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 隔着几张床 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 等医生介绍完毕 他说道 我敢打赌 那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 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 真愚蠢 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 谁知道呢 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个透镜 或者说是摄像镜头 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 和放映电影的是一个道理 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 司机接过话来说道 对 就跟气化器一模一样 如果汽油到不了那儿 发动机就不能工作 车就不能开走 医生笑了一下 对药店伙计接着说 您瞧 再简单不过了 酒店的女佣问道 那医生先生您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 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吧 这会是多长时间呢 坦率地说 我认为没有人知道 是暂时的呢 还是永远的呢 要是知道 就好了 女佣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会儿又说 我还想知道 我还想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 药店的伙计问 什么姑娘 酒店里那个 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 一丝不挂 站在房间中间 只戴着一副墨镜 大声地喊着说她瞎了 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 医生的妻子抬头一看 只见原来戴墨镜的姑娘 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 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 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 一边问斜眼的小男孩 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 自从来到这里之后 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 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 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 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有料想过 她的存在 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 既然别人不能看见我 我也没有权利看见他们呢 医生的妻子是这么想的 指尖的姑娘用颤抖的手 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 这样她就可以说 她眼里流出来的 不是泪水了 几个小时以后 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 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 自告奋勇去执行这一使命 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 有触觉就够了 饭盒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 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 伸出一只胳膊 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 回宿舍时没有遇到困难 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 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 把一条毯子撕成条 系成绳子状 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 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 两个人去了 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 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 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 不知道这里多了五个人 因为身处大门外 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边的动静 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 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 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 他独自去了 不想让别人陪伴 他朝士兵们喊 我们不止五个人 是十一个 那个中士回答说 你们放心吧 以后还会多得多 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 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 说的话就会明白 回来之后他说 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 众人把食物分了 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 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 只是要水喝 请给我点水 润一润嘴唇 他的皮肤烫得着手 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接触和压迫伤口 他不时地掀开毯子 露出伤腿 但宿舍里的寒冷的空气 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 一连几个小时 这样周而复始 他还时不时地身影一阵 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 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 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 半下午时 又进来三个从对面房子里被赶出来的盲人 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 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 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 是在酒店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 和把那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 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 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 而那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 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 突然之间 外面那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 和下达命令的吼叫 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 宿舍里的盲人 全都把脸转向门口 在等待着 他们看不见 但他们知道 几分钟之内 将有事情发生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六集 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 紧挨着丈夫 小声说道 必然是这样 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 医生紧握着妻子的手 小声说道 你不要离开 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做 喊叫声小了 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 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 他们你碰我 我撞你 挤在过道里 几个人迷失了方向 走进其他宿舍 但大部分人 还是磕磕绊绊 互相拉扯着排成一串 或者零星地散开 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 一副落入水中 就要被淹死的样子 终于 他们乱糟糟地 拥进这间宿舍 酷似被一台卷阳机从外面甩进屋来 有几个人跌倒了 被踩在脚下 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家道里 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档 仿佛一条船 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 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 而这里的停泊地 就是一张床 有人表示不满 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 让后边的人到其他地方再去找找 医生在屋子最里边 大声说 还有别的宿舍 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 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 一间间屋子 一扇扇关着的门 一道道走廊 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 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 不能继续留在这里 只得艰难地找到近来时通过的屋门 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 第二批盲人 就是那五个人 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七身之处 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 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 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 一刻钟以后 除了哭泣声 叹息声 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 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 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 现在所有的床都被站满了 下午正在结束 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 这是扩音器里又传来那声音的声音 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 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 和住宿者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诸如注意 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力 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 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 扩音器里的话音刚落 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 我们被关起来了 全都会死在这里 没有任何权利 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 这是新鲜啊 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 给我们看病 也许还能完全治好 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 这里有一个 有他在 他绝不会说这种话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 只有手是不够的 医生治病必须开方子 用药片 麻醉剂 化合物 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 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 更没有得到他们的希望 甚至没有一双眼睛 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 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 有多少次无需再仔细检查 凭这些外部蒸后就能确诊 或者判断粘膜和色素的色度 可能性极高 就是这种病 你跑不了等等 现在旁边的床都被站满了 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 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但他能察觉到 自从第三批盲人来了以后 气氛变得沉重紧张 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 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 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 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 一个星期之后 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 医生暗暗自问 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 他们仍然被关在里边 我猜在食物供应上 不会出现困难 当然也不能肯定 例如 我怀疑外面的人能否及时知道 我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人 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 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 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 还能用多长时间 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 包括各种废物 只要大便吃堵塞 只这一向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 医生用手摸了摸脸 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 最好就这样 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 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 医生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 撞在箱子里 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 在哪里刮呢 在哪里呢 不能在这宿舍里 在所有这些人中间 当然妻子会给他刮 但用不了多久 别人就会发现 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情 会感到诧异 在淋浴室里吗 乱糟糟的 我的上帝啊 我们多么需要眼睛 需要看 需要看见 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 站在镜子面前 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 可以说 我的脸在那里 亮的地方不属于我 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 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 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 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 连面包扎也没有 为了表示善意 药店火机设法缓和了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 可能还会送来吧 不会了 天完全黑了 外面 外面既没有食物 也没有人说话 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 随后安静下来 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 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 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 看看情况怎么样 是我 他说着 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 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 臀部以下全都肿了 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 比原来大了许多 里边有紫色血污 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 散发着一阵阵甜心的臭味 医生的妻子问 您感觉怎么样 谢谢您来看我 告诉我 您感觉怎么样 不好 疼吗 疼 也不疼 您说清楚一点 我觉得疼 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 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说不清楚 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好像躺在这里 看着我的腿疼 您这是因为发烧 是吗 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 医生的妻子把手从那个人的额上拿开 正转身要走 晚安二次还没说出口 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往自己身边拽 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 我知道 太太您看得见 她的声音非常低 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 颤抖了一下 嘟嘟囔囔的说道 您弄错了 您从哪里冒出这个想法呢 我和这里所有人都一样 看不见的 太太 您别想骗我 我清楚的知道您看得见 不过您放心 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您睡吧 快睡吧 您不相信我 我相信您 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 我已经说过了 相信您 那为什么您不对我们 说实话呢 我们明天再谈 好吗 现在睡觉吧 好吧 明天 如果我能活到明天 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 我是这样想的 或者是发烧 让我这样想的 医生的妻子 回到丈夫身旁 凑到丈夫的耳边 小声说 伤口的样子非常可怕 会是坏死吗 时间这么短 我看不大可能 无论如何 情况很糟糕 医生故意提高了声音 让别人都听得见 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但双目失明 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 病人从左边 十四号床上说道 医生先生 谁也不会来捆我 时间一小时 一小时的过去 盲人们 一个接一个睡着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七集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 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 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 仿佛想让黑暗 一种真正的黑暗 黑色的黑暗 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 变成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 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 他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 撒在一张张床上 因为距离太远 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 四十个人正在睡觉 或者拼命想睡着 有几个人在梦中长须短叹 鱼鱼思语 也许在梦中 看见了梦想的东西 也许在说 如果这是一场梦 那么我不想醒过来 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 忘了上弦 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 只有医生的妻子的表还在走 已经过了凌晨三点 前面偷车贼慢慢用壁肘支撑起上身 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 那里只有疼痛 除了疼痛 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 膝关节早已僵硬 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 任凭那条腿搭了到床外 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 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 这时候 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 向四面八方狂奔 随机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步的养活他们的火山口 他双手撑在床垫上 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 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 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 艰难地喘着气 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 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 似乎难以支撑 几分钟之后 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 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 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 无论到什么地方去 他都必须把伤腿拖在后面 一阵眩晕感袭来 难以抑制地颤抖传遍全身 寒冷和发烧 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颤 他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 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 经过一张又一张床 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 拖着那条伤腿 活像拖着个口袋 没有人发现他 也没有人问 这时候了 您到哪里去啊 如果有人问 他知道该怎样回答 我去撒尿 就这样说 他最不愿意让 医生的妻子叫他 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 不能对他撒谎 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 如实告诉他 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 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 但是 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 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应当去的不是别人 是我 他们看到我的伤势如此严重 就会把我塞到救护车送到医院 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 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 然后他们会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 将它彻底治好 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 如果他们换了阑尾炎 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 做完以后才杀他们 让他们健康地死去 对于我 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 我不在乎 他又往前走了几步 咬紧牙关 没有呻吟 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 身体失去平衡的时候 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 数床的时候出了错 本以为还有一张 结果却没有了 他倒在地上 在确信没有任何人 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 一动也没有动 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 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 他继续往前爬 到了天井 停下来 想了想下一步该怎么做好 是在门口喊呢 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 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 扶着绳子肯定能到大门那里 他清楚地知道 要是在这里喊 请求帮助 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 但是之前有床座牢固的依靠 尚且备受折磨 如今只有一根没有寄紧 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 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的出路了 几分钟以后 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 他想 我爬着往前走 在绳子下面爬 不时抬起手摸一摸 看是不是走对了 这和偷骑车一样 总会有办法的 突然 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 声色俱力地斥责他 竟然偷一个可怜的 瞎子的汽车 他争辩说 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 不是因为偷了汽车 而是由于陪他回家 这才是我犯的大错 良知不肯听他诡辩 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 盲人是神圣的 不能偷盲人的东西 从技术上说 我没有偷他的汽车 汽车没有在他的口袋里 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 他告辩解释 不要再狡辩了 良知咕咕咕咕的说道 去你该去的地方吧 凌晨的冷空气 使他的脸感到清爽 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啊 他想 他好像发现 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 但这并不奇怪 因为在此之前 同样的情况出现过 不止一次 现在他已经到了外面的平台 很快就能到台阶上 这会是最麻烦的 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 他举起手 确信绳子还在继续向前 正如预先 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 确实不容易 特别是有那条伤腿 帮不了任何忙 这一点 马上就会得到证明 伸出两层台阶中间 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 身子翻向一侧 但那条该死的腿 却死死地拖住他 疼痛立即袭来 像锯子在锯 像钻头在钻 像锤子在敲打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 怎样忍住了 没有喊出声来 在漫长的几分钟里 他一直趴着 脸浮在地上 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 他冷得打了个寒烟 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 整个伤口挨着地面 他想 这样会感染的 愚蠢的想法 从宿舍开始 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 好 没关系 在伤口感染以前 他们就会给我治疗 他又想到这一点 为的是让自己放心 他侧过身子 以便抓到绳子 但没有马上找到 他忘记了 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 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 但直觉使他以为 还处于原来的位置 后来 经过思考 他变轻了方向 坐起身来 慢慢挪动 直到臀部碰到了 第一级台阶 他抬起手 摸到粗糙的绳子 使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 他随即发现了 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 与地面摩擦的方法 坐在地上 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 像从前的下肢残疾的人那样 以两只胳膊做拐杖 一点一点地挪动 不错 视向后走 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 拉总比推省力 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 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 也有利于挪动 至于绳子 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 没有走丢的危险 他暗暗问自己 离大门还有多远呢 这和用脚走路不同 当然 用两只脚就更好了 现在退着挪 每次只能挪半步 甚至更少 一时间 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 转过头去 看还有多少路 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 他问自己 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 要是白天 他们早看见我了 还有 只吃过一次早饭 是好几小时以前的事 他发现自己的思维 敏捷准确 符合逻辑 反而吃了一惊 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 几乎成了另一个人 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 他一定敢发誓说 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 想着想着 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 包着的铁皮上 他已经到了大门口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撒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十八集 因为怕挨动而躲进了港亭里的哨兵 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 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 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会是里边发出来的 可能是树枝窑洞 也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扶着铁栏杆 又一阵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 这一次和上次不同 是碰撞声 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 士兵慌了 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港亭里走出来 朝大门方向瞭望 什么也没有看到 但是声音又响了 这一次更大 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 大门上的铁皮 他想 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 但马上又停下 因为想到 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 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 无论有没有原因 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 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 这时慢慢地 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 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 是盲人的脸 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 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准 对着那幽灵射出了一排子弹 听到震耳欲聋的扫射声 看守精神病院和被关盲人的士兵们 几乎都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 甚至没来得及穿好衣服 中士已经开始指挥 出了什么鬼事 一个瞎子 一个瞎子 少兵结结巴巴地说道 在哪 在那 少兵用枪筒指了指大门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就在那 我看见了 士兵们已经准备好 手持步枪排队等候命令 打开探照灯 中士下达了命令 一个士兵爬到汽车上 几秒钟以后 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大门和建筑物的周围 你这个笨蛋 一个人都没有 中士说着 他正要再说上几句军营里的俏皮话 却看见大门下边 一滩黑色液体在强烈的探照灯的照耀下 正朝四面扩散 你把他结果了 他说道 然后他想起了街道的严格命令 便大声喊道 给我后退 他会传染 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 但眼睛都还盯着 那摊在人行道的小石子间流动的黑色血雾 中士问道 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 肯定死了 一排子弹正打在脸上 士兵回答 现在这个士兵为出色地表演了好枪法而暗自高兴 这时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喊起来 中士先生 中士先生 您看那边 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 在探照灯的白光下 站着一伙盲人 一共有十多个 不要往前走 中士吼叫了一声 如果再迈一步 把你们统统打死 在对面建筑物的窗口 一些被枪声惊醒的人正透过玻璃惊恐地朝这边张望 这时中士喊道 那边过来四个人 把尸体抬回去 因为盲人既看不见又不能数人数 于是六个人开始往前走 我说的是四个人 中士歇斯底里的咆哮 盲人们互相摸了又摸 两个人留下 其余四个人开始沿着绳子前行 到了上午 医生说道 我们必须找一找 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是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 此时他们费尽力气 才把尸体弄到里边的围炸旁边 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 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它 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 脸和头颅被打烂 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 医生的妻子也知道 在整栋大楼里 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 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 只找到一根铁棍 铁棍也许有用 但不足以刨坑 感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 全都关着 他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 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 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 要么试图掩饰自己已经失明 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 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 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 不该绊倒的时候 绊倒了都会被识破 医生对着一切一清二楚 他刚才说的话 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 一个伪装办法 现在妻子可以说了 我们能不能请求 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 好主意 我们试试吧 大家都同意 对啊 对 是个好主意 只有戴墨镜的姑娘 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 一言不发 这时 他要说的一切 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 他抽抽搭搭地哭着 这全是我的过错 这是事实 不能否认 但同样确定的是 如果这能给这姑娘带来安慰 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 我们都能预想到她的一切后果 并认真加以考虑 先是眼前的后果 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 接着是可能的后果 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 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 即使开始做了 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 我们的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 假设以一种整翅均衡的形式 未来的每一天当中 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 而无法证实 也无法表示祝贺 或请求原谅的 永无止境的日子 有人会说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 或许吧 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 需要埋葬 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 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 出于良心的痛苦 说要跟他们一起去 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 一个士兵便大声喊 站住 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 即便是强硬的恐吓 他朝空中还开了一枪 他们吓了一跳 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 躲进天井的阴影里 之后 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 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 而在必要时 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 他大声说道 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 我们需要一把铁锹 大门那里 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 出现了另一个军人 是一个中士 但不是原先那一个 你们想干什么 他大声说 我们想要一把铁锹或者是锄头 这里没有 你们回去 我们必须要掩埋尸体 不用埋 让它在那里腐烂吧 要是让它腐烂 会污染空气 那就让它污染吧 你们好好享用 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 能流动到我们这里 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啊 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 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 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 那个中士失明了 已经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 不消说 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 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 设施规模也较小 显得不那么重要 这个中士又考虑了一番 他觉得这个女人说得有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毫无疑问 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 作为预防措施 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 已经把整整两大瓶 氨水倒在了内滩血上 现在蒸发出的气体 还会让人们泪流不止 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 终于 中士宣布 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 医生的妻子趁机提醒 那食物呢 食物还没有到 仅我们这一边 就有五十多人 我们都在挨饿 你们送的那点食物 起不了什么作用 食物的事 跟军队无关 可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啊 政府答应过 向我们提供食物 你们回到里边去 我不想看到任何人 站在门口 医生的妻子又喊了一声 那铁锹呢 但中士已经不见了 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 宿舍里的扩音器又响了起来 注意 注意 住宿舍者们兴奋起来 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 其实不然 是关于铁锹的事 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 不许成群结伙 只来一个人 医生的妻子说道 我去吧 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了 刚刚走到外边的平台上 医生的妻子就看见了铁锹 从摆在地上的样子 和距离大门较近 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 铁锹应该是 从外边扔进来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歌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十九集 刚刚走到外边的平台上 医生的妻子就看见了铁锹 从摆在地上的样子 和距离大门较近 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 铁锹应该是 从外边扔进来的 他想 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 于是他问道 在哪儿呢 下台阶 我来告诉你怎么走 钟氏回答 很好 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 朝前走 对 对 站住 稍稍往右 不对 是往左 转的少一些 现在往前走 一直走你就能碰到他 往南 再往南 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 往北往北 走过头了 哎 再往南 一直往南 好 现在向后转 好 现在按我说的做 不要像水车轱辱一样转个不停 好的 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 医生的妻子心中想着 你不用担心了 我能直接回去 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总不敢来这里抓我吧 想到这儿 他把铁锹扛在肩上 像农夫下地一样静止朝宿舍门口走去 一步也没有走偏 一个士兵叫起来 忠师先生 您看见了吗 他好像有眼睛一样 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喊 忠师十分有把握地说道 刨坑颇费力气 地被踩实了 很硬 挖下几指身就遇到树根 他们轮班挖 先是出租车司机 然后是两名警察 接着是第一个失明的人 面对死神 我们最希望看到 仇恨能失去力量和毒性 当然 人们常说旧仇难忘 文学作品和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但现在 在这深院里 确切地说并没有仇恨 更谈不上旧仇 是啊 比起偷车贼失去的生命来讲 偷一辆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更何况他这副惨像 无需看见就能知道 这张脸上 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 挖到三英尺身时就再也绝不动 倘若死者是个胖子 肚子必然会露在外面 但偷车贼是个瘦子 简直骨瘦如柴 而且这几天一直没吃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坑足以掩埋两个像他这样的人 没有人为他祈祷 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 可以给他竖个十字架 他这样说是因为内疚 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死者生前说过 对上帝和宗教之类的事是怎么想的 虽然戴墨镜的姑娘的主意不无道理 但大家认为还是沉默为好 况且应当考虑到 做一个十字架比表面看来要困难得多 还有就是竖起来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 因为所有失明者都看不见 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地方 他们回到了宿舍 除围栅那边的矿地以外 盲人们在一切常去的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 他们只要胳膊往前伸 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摇动 任何地方都能走到 那些最有才干的盲人 甚至很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前向视觉的功能 医生的妻子就是个这样的例子 她能在这让人头疼的房间和走廊里活动 辨别方向 遇到拐弯时还能恰好的转身 遇到门时能立即停住脚 并且毫不犹豫地开门 无需数床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床前 真是一呼寻常 现在她正坐在丈夫的床上 与丈夫交谈 像往常一样把声音压得很低 看得出来 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 相互之间总是有话可说 而另一对夫妻则不同 这里指的是第一个失明者和她的妻子 重逢的激情过后 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话 因为在他们那里 也许现在的悲伤超越了从前的爱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会渐渐习惯的 而斜眼小男孩 一直在不停地说肚子饿 虽然戴墨镜的姑娘 已把自己的那份食物 省下来给她吃了 那小男孩一连几个小时 没有打听妈妈了 但可以肯定 等到吃过饭 肉体摆脱了简单而紧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私的躁动之后 她还会想念母亲 不知道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 还是出于某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 反正早饭还没有送来 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医生的妻子偷偷看了看手表 快下午一点了 难怪几个盲人已经忍不住未夜的催促到天井里去等着 那里既有这个宿舍的 也有另一个宿舍的人 他们这样做出于两条再好不过的理由 一些人公开说是可以争取时间 另一些人藏在心里的话时 谁先到 谁就能多吃一点 总共不少于十个盲人 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外边大门的动静 等候着送来众人期盼的饭盒的士兵们 而对面一排房子里的那些感染者 担心靠近在天井里等着的盲人会突然失明 所以不敢出来 但有几个人正从门缝里朝外窥视 焦急地盼望着轮到他们的时刻 时间慢慢过去 几个盲人等得不耐烦 干脆坐到地上 后来有两三个人回到宿舍去了 不一会儿传来大门清晰可变的吱压声 盲人们顿时兴奋起来 朝他们判断是大门的方向拥去 你碰我 我伴你 一片混乱 但突然又都感到模模糊糊地不安 停住脚步 紧接着又乱糟糟地向后退 至于为什么他们还来不及弄清 更无法解释 就在这时 他们又清楚地听到 在武装人员的护卫下 来送饭的士兵们的脚步声 夜里那场悲剧产生的印象尚未消除 送食物的士兵们约定 不像原来那样送到各个宿舍门前伸手可及的地方 而是放在天井里 再见 用餐愉快 让那些家伙自己解决吧 士兵们这样说 从外面耀眼的光线下 突然进入阴暗的天井 一时间他们没看清那伙盲人 但马上就看见了 随着一声声恐惧的嚎叫 他们把食物扔在地上 像疯子似的往门外跑 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 两个在外面平台上等着的武装人员反应敏捷 堪称典范 只有上帝知道 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 他们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 把子弹打了个精光 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 身上中了许多枪弹 纯粹是浪费军火 而这一切又慢得令人难以置信 一个又一个 好像永远倒不完 就像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 如果我们仍处于一个士兵需要为自己射出的子弹 做出解释的时代 他们会在国旗下发誓说 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卫 而且还是为了保卫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 遭到一伙人数占优的盲人威胁的手无寸铁的战友 这时他们也立即朝大门方向仓皇撤退 看守的其他士兵 哆哆嗦嗦地在一个个铁栅栏间 伸出步枪为其掩护 仿佛那些还活着的盲人要报仇血恨 向他们发动进攻 一个像盲人开过枪的士兵 吓得脸色煞白 他说道 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再到里边去 他确实没有再去 就在同一天傍晚换岗的时候 他也成了盲人中的一员 好在他是军队里的人 否则就会与贫民盲人在一起 成为那些侥幸没被他开枪打死的人的伙伴 若果真如此 也只有上帝才知道 他们会怎样处置他 忠实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 虫子死后 毒素也会消失的 我们知道 多次这样说过和这样想过的不乏其人 幸亏残存的一点宝贵的人性 使他又说 从现在开始 我们把食物放在半路上 由他们来取吧 我们监视着他们 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举动 就立即开火 说完他走到指挥部 打开麦克风 搜场寡度地寻找着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 苦思冥想在其他类似场合听到过的话 最后才说到 军队为不得不使用武力镇压一次暴乱行动感到遗憾 这次暴乱导致了极为危险的后果 对此军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过错 现在通知你们 从今天起 改为到大楼外面去取食物 如果还像刚才和昨天晚上那样 出现企图破坏秩序的情况 一切后果 由你们自己承担 中士停顿了一下 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才好 结束语肯定是准备过的 但此时他望得一干二净 只好一再说着 我们没有过错 我们没有过错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萨拉玛哥经典著作 有声书 诗名正漫迹 演播 王明军 由独克熊猫军 官方出品 第二十集 大楼里 激烈的枪声在天井有限的空间里 产生雷鸣般的回响 造成一片惊慌 开始的时候 人们还以为士兵们要冲进各个宿舍 不分青红皂白的扫射一番 把盲人们一扫而光 以为是政府改变了主意 决定采取从肉体上集体消灭的方法 于是有人钻到了床底下 有些人仅仅由于害怕 而移动不动 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最好 健康不佳 还不如没有健康 既然注定要死 那就快点死吧 行动最快的是感染者 枪声一响 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 但后来枪声平息 他们又鼓起勇气返回屋里 凑到朝向天井的门口 他们看见一堆尸体 血向弯弯曲曲的河水 在石板地上缓缓流动 仿佛有生命似的 还有那几何食物 饥饿催促他们往外走 那里有渴望已久的食物 当然根据规定 那是给盲人们送来的 给感染者们的随后送到 但现在让规矩见鬼去吧 谁也看不见我们 并且先下手围墙 历朝历代五湖四海的古人都这么说 而古人在这类事情上绝不愚蠢 不过饥饿只给了他们 前行三步的力量 理智出现了 告诫他们 危险正在那些 没有生命的躯体上 尤其是那些血液里 等待着鲁莽的人 谁能知道盲人们坏死的肉体 正在散发什么蒸汽 分泌物和有毒的瘴气呢 他们已经死了 什么事也不会干 一个人说道 他的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别人放心 但这句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 不错 盲人们是死了 你们仔细看看 他们一动不动 也不呼吸 但是谁能说这种白色眼疾 不是一种灵魂疾病呢 既然这样 当然这是假设 那么这些盲人的灵魂 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 无拘无束 脱离了躯体 更能为所欲为 尤其是坏事 近人皆知 做坏事最容易 不过食物摆在那里 不可抵御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 为在陈述他的理由 理由很充足 不肯顾及其他 哪怕是对他有利的事 从一个饭盒里流出来的白色液体 正在慢慢接近那滩血水 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牛奶 牛奶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 感染者当中走出来两个人 两个最勇敢或是最听天由命的人 这两种品质并不总是容易分辨清楚的 他们静止朝前走 就在贪婪的手几乎碰到第一个盒子的时候 另一排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几个盲人 想象力的能量极大 在这种病态中似乎更是无所不能 因此那两个深入敌阵的人 觉得死者们好像突然从地上站起身了 不错 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瞎 但毒性要大得多 因为复仇之心无疑使他们更加激愤 两个人只得小心翼翼地悄悄撤回他们那边的门口 可能盲人们出于悲悯之心和敬重之情 会首先处理死者的后事 如果不是如此 也但愿他们因为看不见而丢下一个饭盒 哪怕是小小的一个 实际上感染者人数不多 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请求盲人们这样做 求求你们了 发发善心 至少给我们留下一小盒 刚刚出了这种事 说不定他们今天不再送食物了 盲人就是盲人 当然是摸索着往前走 拖着两只脚 不时半一跤 但似乎极有组织 知道如何有效地分工 一些人开始踩着黏乎乎的血 和牛奶 把尸体拉出来 往围炸那边搬运 另一些人则一个一个地拿起饭盒 士兵们共扔下了八盒 盲人当中有个女人 她给人的印象是同时在各处忙碌 既帮助搬运又指挥男人们 对一个瞎眼的女人来说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 她不止一次转过脸 望望感染者那一边 仿佛能看到他们 或者发现了他们在那里 短短时间里 天井就变得空空荡荡 只剩下大片血迹 和血迹旁边的一小片溢出的白色牛奶 此外便是红色的 或潮湿凌乱的脚印 感染者们无可奈何地关上门 去屋里寻找残留的面包渣 一个个垂头丧气 其中有人说了这样一句 足以表明他们绝望程度的话 既然我们总要失明 既然命中注定这样 我们还不如马上到那边去 至少还能吃上点东西 也许士兵们还会给我们送 另一个人说道 您当过兵吗 又一个人问 没有 我倒愿意当兵 鉴于死者们来自两个宿舍 于是两个宿舍的人集合到一起 已决定是先吃饭后掩埋尸体 还是先掩埋尸体后吃饭 似乎没有人关心死的是哪些人 其中五个生前住在第二间宿舍 不知道他们从前是否认识 如果不是熟人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曾有机会 是否愿意相互介绍或宣泄一番 医生的妻子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几个人 其余四个死者他见过并且认识 和他们一起过过夜 这意思是说 在同一个宿舍过过夜 对其中的一个 他仅仅知道这一点 他怎么会知道的更多呢 一个自尊自爱的男子汉 不会随便对初次见面的人 谈起自己的隐私 比如说 曾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 与一个戴墨镜的姑娘做爱 而这个姑娘 假设就是这里的这尾巴 连想也没有想到 让他眼里变成一片白的男人 曾离他这么近 而且现在还在他身边 其他三个死者 是出租司机和两位警察 这三个男人正值身强力壮的年岁 能够照顾自己 并且他们的职业都是服务别人 当然服务的方式各有不同 不料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 惨死在这里 等待别人决定他们的去向 他们还要等活下来的人 吃完饭才能被掩埋 这倒不是由于生者常有的自私 而是因为有人明智地提醒说 在坚硬的土地上 用仅有的一把铁锹掩埋 九具尸体 至少要干到吃晚饭的时候 不能让善良的志愿者干活 而让另一些人填饱肚子 于是众人决定把死者的事放一放 送来的食物每人一份 所以不难分配 给你 给你 直到分完为止 但是一些不够理智的盲人 因为焦急 把正常情况下 能舒舒服服解决的事 搅得棘手了 不过静下心来考虑一下 我们会承认 出现一些过激行为也不无道理 例如只要想到 人们并不知道送来的食物 是否足够美人一份 确实 任何人都明白 盲人没有眼睛 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人 分配食品不是件轻而易举的工作 另外 另一个宿舍某些盲人极不诚实 竟然企图让人们相信 他们的人数比实际人数多 像往常一样 有医生的妻子在 他能处理 他及时站出来说几句话 总能解决困难 但口若悬河的言讲 反而会使事态更加严重 这些人居心不良 品质恶劣 图谋不轨 而且有人真的要倒了两份食物 医生的妻子发现了 他们的卑鄙行为 但觉得还是谨慎为妙 没有揭穿 他甚至不敢去想 说出自己不是盲人的真相后 可能产生的后果 轻则变成大家的女仆 重则成为一些人的奴隶 谁知道呢 也许当初提到的各宿舍指定一个负责人的主意 有助于解决这些困难和不幸会遇到的更大的困难 但有一个条件 其这个负责人的权威 不论多么微弱 多么不稳定 多么经常引起怀疑 必须为了大家而行使 并以此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他想 最终必定会出现互相残杀的局面 他打算和丈夫谈谈这个棘手的问题 不过 在这之前 仍然把食物分配完了 请不吝脸